好痛 二 三 走 要不要歇会儿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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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第十一期 这应该是节目史上最热的一期节目了 新疆图路分火焰山景区 室外温度45度 地表温度高达73度 我们今天的气温是45摄氏度 13摄氏度 我来一次好不好 我就想感受一下跟你的这种温度 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这种环境下录节目 做游戏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不过为了能看到蔡徐坤的新歌舞台 帮蔡徐坤加油打气 成员们也是拼了 第一个游戏环节 无伴奏卡点接歌 节奏大师2.0游戏中 周深第一轮误差意外超过0.5秒 蔡徐坤和白露立刻反应说 这一段歌曲是深深有一种lay back的唱法在里面 深深也说自己真的有设计 不过这些说法怎么能逃过节目组的惩罚呢 经历了一轮游游游游戏尝试的白露周深 第二轮选择了歌曲爱你 这一次两人化身王心灵男孩女孩 精准卡点清唱了这首歌赢得了胜利 多一点点让我拿着的看见 小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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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点让我心情爱你 哎呦 敢一点 在一起吃西瓜中 周深直接一口吃三块西瓜 狼吞虎咽西瓜汉堡连子都不吐 兄弟团都被惊呆了 点点夸赞深深太厉害了 这期节目最好笑 看着也最刺激的游戏 便是赤脚在火焰山景区 才毛毯接力 如果这个游戏 换在别的地方 那都叫简单 可在火焰山景区 73度的地面上做 那就是一种折磨 一张毛毯根本没什么作用 成员们被地面的高温 躺得嗷嗷直叫 赤脚跳飞毯游戏中 周深在跳飞毯的最后一个位置 为了不让脚接触到地表73度 深深被迫练就了用脚趾支撑全身的极限动作 这火焰山的地是真的太烫了 游戏最后 周深更是被烫到直接跳到了里程背上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 走 加油 快到了快到了 终点就在眼前了 一 二 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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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到了 行 我的脚要着了 真的 诚哥背着深深跳飞毯也是毫无压力 深深排挂件真的太可爱了 看周深扭曲的脚趾 还有白鹿委屈的样子就知道 这个游戏有多烫脚了 除了这个游戏比较遭罪之外 还有最后一个游戏比较难 最后一个游戏成员们分成两人一组 每人拉着两根绳子的一头 然后互相接力 用绳子将球运到终点的瓶子里就算成功 深深海一点 深深海一点 哎 哎 对 好 对对对 你俩拉紧 对 蓝线推一下下 慢慢的慢慢的 往下推一点点 好好好 红线帮忙推一下 可以推一推 这个游戏既考验技巧 又要看大家的配合 再经过几十次尝试 成员们的双手已经被勒得通空时 游戏终于成功了 就差两分钟 如果再晚点 大家就看不到蔡徐坤的新歌舞台了 看着成员们高高兴兴的 冲向自己的样子 蔡徐坤也被深深感动了 蹲在地上良久 才站起身来開始表演 这期节目的最终结果是美好的 但录制过程却是艰难的 这么高温的天气 无论是成员还是工作人员 都希望能尽快完成录制 可好巧不巧 在录制过程中 他们居然遇到了沙尘暴 漫天的黄沙在龙卷风的带领之下 铺天盖地的袭来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那种让人害怕的氛围 更别说身临其境的成员们 以及工作人员了 为了能安全录制 成员们只能待在车里等候通知 幸运的是 这次沙尘暴的规模并不大 没有对节目组设置的舞台 造成太大的影响 也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20分钟之后 成员们便从车中冲了出来 继续录制节目 其实那个时候 沙尘暴并没有完全过去 在录制场地 风沙依旧很大 可成员们为了蔡徐坤的新歌舞台 还是选择顶峰冒沙 坚持尽快录制节目 看到这期节目 相信大家都会被奔跑吧 成员之间的团队情感动到吧 相信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无论是蔡徐坤 还是其他成员 看到他们为彼此做出的一切之后 都会被彼此感动的 很喜欢这种考验团队 团结力的游戏 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奔跑吧的团魂 看着让人激动 兴奋 你紧张俱促的样子 喝了几杯说了错话的样子 难过也要装作无所谓 开心手无足道的样子 你阳光清爽的样子 拼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 偶尔手足无错的样子 整天眉心眉眉眉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